看聊天记录猜女孩为什么生气 放马过来 来 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给你分析一下 首先 她没有及时回复她女朋友的消息 第二个 不及时回复就算了 居然只回复最后一条 她女朋友给她分享的八卦 她直接不看 直接忽略 把女朋友那种分享欲 对 直接就没了 咱就是有一种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 是吗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这条题你只答对了一半 就是还有一半 你再仔细评一评 嗯 因为 因为她最后给女朋友发了一条链接 说明她在刷抖音 她根本不忙 她没有回复女朋友的消息 所以加一单 是 就是这种男生 她明明在上网 在玩游戏 在看手机 但是她就不回你消息 这男的怎么可能找到对象 她怎么找的 怎么找的 来 第二题 现在开始给你上难度了 这个 去健身 没有主动报备 然后 女朋友 问了才说 你只是发现了其中的隐藏考点 再深入研究一下 哎呦 我还有这个照片 她已经健完身了 但是她给女朋友发的照片 是正在健身的照片 那你觉得这个照片是发给谁了吗 呃 也不排除随手一排 然后 然后也可能发给朋友啊 发朋友圈都有可能 这些 啊只是这么简单吗 她发是肌肉症哎 嗯 那也有可能是发给异性的 还可以顺利成章的展示一下自己健身 这小子 心事不正 你怎么这么了解 来人吗 我还是不要了解吗 来 最后一题哈 这个有什么问题 我提示一下吧 就这个节徒 我知道了 她发给女朋友的那个 呃聊天记录是裁过的 对了 这说明她不想让女朋友 跟女朋友有个小事 我跟女朋友有个问题 是吧 你也觉得有问题是吧 你再看下一张图画 她女朋友让她发了一张 没有结过的完整的图 你看这男的她也发了 但女朋友还是神奇了 为啥 也对 这个男的专门回复了几点双血 上面的内容 比你上去 不会太解决了 她女朋友 她女朋友 根本没解决 有鬼 你也觉得有鬼是吧 我也觉得有鬼 那这样吧 你来解释一下 因为这是我俩的聊天剧录 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屏蔽我 这里兄弟聊了什么天 什么内容是我发表的 就是那是 这个情况不一样 一几人一几人 你有什么鬼 我没鬼 你把手机掏出来 我看你们聊到啥 我没鬼 给我 我没鬼